荣善 邢家良等罪犯 全部打入直立死牢 来人 在 姐夫 等一下 姐夫 家良知错了 你看在我姐和我叔的份上 请放我一马 求你了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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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寄行问占 押荣善上堂 跪下 来人 荣善 你可知罪 回大人 荣善 知罪 罪在何处 罪在 侵吞 朝廷下坡的赈灾粮食 你侵吞了多少朝廷赈灾粮食 孙公侵吞了 九万 九千 六百五十的 那些 那些粮食现在何处 那些粮食 现在何处 粮食存放在 天津长炉盐厂 邢家良的严苦里 说什么 你说什么 这些独善 这些独善 你不想这样 给你 刘那儿 下官叩见于大人 下官叩见于大人 下官是被冤枉的 下官是被冤枉的 下官只是奉命行事 负责搬运这些东西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下官只是奉命行事 是他 是容善这个奸人 他指使我去搬运这些东西 可我不知道 这里面是救老百姓的粮食啊 我是冤枉的 替下官申冤啊 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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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姜容善 新家梁等罪犯 全部打入 直立死牢 来人 在 在 姐夫 等于是 姐夫 家梁知错了 你看在我姐和我叔的份上 请放我一马 求你了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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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寄行问斩 押下去 押下去 是 姐夫 走 姐夫 走 姐夫 子 走 打 children 把你干活 你别走 我 你别走 你别走 我经常要求被人杀 你别走 快走 我 你别走 你别走 我 你别走 你早有语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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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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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跪下 准备行刑 剪刀 时辰已到 斩 进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旨到 直立寻抚于成龙 接旨 臣于成龙 恭迎上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人准直立寻抚于成龙 进京必见 钦此 大人 老爷 来试试你的新官服 月兰 你这是干什么 给我做这新官服的花多少银子 老爷 我知道你姐姐 不管做什么官就做一身官服 这当支州时候是一身 当支府时候是一身 当了暗查史 布正史 直立寻抚还是只做一身官服 可是这回不一样啊 您要去见的可是皇上 大伙商商量着 无论如何 得给你做一身新官服 是啊 我就穿我的旧官服 皇上也不会怪罪我了 行了 别心疼那点银子了 别让大伙心里面别扭 于大人 去紫禁城朝见皇上 当然应该穿新的好 各位臣工 你们都是朕的骨功大臣 今日朕把你们从各地招来 是要向天下宣布一个喜讯 几日前 我大清军队进入云贵省城 继吴三贵死后 其继续叛乱的孙子吴世凡 无路可逃 畏罪自杀 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宣告平定 天佑我大清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宣布一个圆域 请 启禀皇上 于成龙 于大人到 宣他进来 宣于成龙进阶 臣于成龙叩见皇上 于大人 快快请起 谢皇上 十几年来 一直有人在朕的耳边提起你 于成龙 于青菜 在你来之前啊 这还一直在想 这个于青菜 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 于青菜 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朕听陈廷靖说 你今年以六十有五了 臣本草牢下世 皇上竟然记得为臣的岁数 于爱卿 你获过三次卓益 你乃今时天下 清官第一 难能可贵啊 而且 你足足大了朕 三十七岁 朕怎能不记得 谢皇上 来 随朕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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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爱卿 快快请坐 谢皇上 你们先出去吧 朕和于大人好好聊一聊 这 朕 朕听说你在湖北黄州时 坚持脚俯并用之策 竟将一个反复无常的匪首 成功地给招俯了过来 回禀皇上 为臣只是遵循了皇上 脚俯相继之策 才得以成功 为臣并没有其他能耐 朕还听说你曾单济独闯东山匪朝 没想到这些贼匪也归顺了朝廷 回皇上 却有此事 于成龙啊 你胆子可是真大呀 你果然是鱼胆大呀 你胆子竟然大到打着康秦王的旗号 假扮了一万清兵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黄州城给解威了 来 快跟人说说 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 怀禀皇上 为臣只是仰仗了皇上的威德 那些乱贼就顺服了 为臣并没有其他本事 要是我朝能多有几个于成龙 于青菜 于胆大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爱卿啊 能有你这样的都府 实乃是朕的福气 也是我大卿的福气啊 为臣惭愧 爱卿啊 你不必自谦 朕今日见到你十分高兴 所以特别想与你多聊一聊 今日啊 朕不准你军邻礼节 你就把这南书房当成自己的家 快坐 谢皇上 这次你在直立 查办了马上好汉一案 惩治了一批贪官无力 你给朕除去了一块心病啊 这件事情你办得漂亮 朕知道 这次直立查办贪腐案 你秉公执法 连自己的小舅子都依法查办了 朕听了之后 甚为感动啊 皇上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 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错 新家梁所措 虽错在自身 但就其根本 错在围臣教化不理 未能让其节制贪欲 令其行走正道 历览前嫌 国与家 呈由秦简 败由舍 秦简看似小事 却关系到一个人 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人无简不利 家无简不忘 设计无简必败 而国家无简 则必亡啊 余青菜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朕知道这个雅后一直从广西叫到了直立 从一个七品县令叫到了二品巡抚 官居二品 女余成龙还叫余青菜 朕感触很深哪 皇上 司马光有一句话说得好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五星独以简素为美 为臣出身贫寒 深知百姓极苦 为臣不敢贪图奢靡 更不敢知百姓于不顾 在上不骄 高而不危 智节锦渡 慢而不易 高而不危 所以长守贵也 慢而不易 所以长守负也 负贵不离其身 而后才能保其社稷 而何其民人呢 臣谨记皇上教诲 爱卿啊 朕说过了 今日不准军力礼节 快坐 爱卿啊 苏水晋文里说得好吧 三代之星无不易损情欲 三季之衰无不伺其奢命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 正是由于商汤周五这些开国的明军 他们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 动得以苦为师之道啊 魏征曾向太宗敬言说 尚之所好 相比有甚 敬为无懈 随之灭亡 唐太宗深知此道理 他在位的时候特别提倡节俭之道 他曾想要建造宫殿 但是看到那些古代亡国之君的教训 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节俭乃治国之本 奢侈乃亡国之音的 爱卿啊 你说得好啊 朕对照先贤 简身省心 惩恐不及 朕不敢与大禹 文王等帝君相比 但朕兢兢业业 心存节俭 为的就是合乎天道 爱惜民生啊 皇上以身作则 攻心勤警 并告诫天下百官谨记 兼可养联 联毙亲政 正同仁和乃民心所向之理 为臣亲临教诲 莫持难忘 余大人快快请起 爱卿啊 你乃是朕的知己啊 快走 谢皇上 袁爱卿 朕听陈廷静说 说你们的先生 山西永宁书院的山长 行祭堂行老先生 已年于九十 却还耳目聪颖 精深绝朔 依然在为学生们授课 回皇上 为臣的先生 的确是日日授课不妥 爱卿啊 朕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商量 请皇上明示 这些年 朕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读一读 行老先生那部论语别叙 但不知 皇上 先生的论语别叙 微臣随身带来了 请啊 带朕谢谢刑老先生 皇上无须言谢 不 一定要谢 你还要告诉他 论语别叙 使朕获益匪谦 为臣遵旨 子月 为政已得 譬如北臣 居其所 而众心拱之 子月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愿 思无邪 子月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格 子月 是其所饮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言搜哉 老薇回来了 大家都出来了 春晓 你看你姑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老师 姑父回来了 春晓 看你姑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老师 姑父 皇上长啥样啊 皇上年轻英俊仪表堂堂 于大人回来了 董先生 今天真是双喜临门 哪儿来的双喜临门 于大人赴京城觐见皇上 这不是一喜啊 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天下彻底归顺了 这 这不是又是一喜 是啊 这不就是 双喜临门吗 天下 终于平定了 老百姓啊 终于过上安宁的日子了 这是天哪儿的心事 一来 拿酒去 周先生 静昂 咱们今天好好喝一顿 好 好好喝 老爷 家里没酒了 家里怎么会没酒啊 廷义 去黄州的时候带来的那坛老白分呢 那坛老白分 你不是当心肝宝贝一样 谁都不让动吗 谁敢不让动啊 拿来 我今天就要喝这个老白分 好好好 我这就去拿 先留下一个 好 好 今天好好喝一顿 余大人呢还存着老白分呢 好 你知道吗 好 现在就是这一心 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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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鲁啊 你把见皇上的事 给咱们说说呀 皇上怎么样了 四个字 朝气蓬勃 来 你朝气蓬勃 朝气蓬勃 乖 你朝气蓬勃 来 来 孔明在世 皇上居然知道我于秦菜的雅昊 他还知道这个于秦菜的雅昊 一直从广西罗城叫到了直立 皇上还与我念了一连 唐朝诗人李商印的诗 历览前贤国语将 承由勤俭 拜由赦 念对了 你又学会了 你不知道我接着皇上的话说了什么 我脱口而出说了 未争近年唐太宗的一句话 上之有好 下必有甚 敬为无限 随之灭亡 你于成龙的胆太大了 这话是当着皇上说的吗 这话一出口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你们知道皇上接着跟我又说了什么 他说三代之星 无不亦损秦玉 三纪之衰 勿无四纪奢靡 这可是禁书里一段很有名的话 皇上竟能新手捏来 皇上还跟我说 夏商周三朝为什么新盛 是因为那些开国的盛亡 商堂文武周公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 懂得以苦为师啊 来 喂 喂鱼青菜 喂 喂鱼青菜 长龙 你还记得 当年啊 你 我 还集人 在你们要去当官的那天晚上 咱喝酒的事吧 当然记得 那是一个飘雪的夜晚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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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雪赵风景 我们三个人在我们家院外的磨盘上 说了一夜的话 喝了一夜的酒 这一转眼 就二十几年过去了 是啊 只可惜 今天吉人不在你 今天少了吉人 可还是三个人 可还是三个人 多了一个周先生 周先生 我余成龙一生与你一师异合 周先生你陪我余成龙 从广西罗城一直走到直立了 今天成龙就以弟子之力 你恭恭敬敬地 为先生敬一杯酒 你这是折杀老夫 万万不可 先生 亦是亦有善可领寿 行弟子之礼 老夫是万万不敢当 周先生 你不是一直标榜 你是余成龙的募宾吗 怎么把弟子之礼都不敢接受 靳雅 如果你给老夫行弟子之礼 老夫绝对不会服你 你可别说了 我跟余成龙是玩儿娘你长大的 你是一辈子兄弟 你既然是余成龙的募宾 也是我柳激阳的募宾 那有什么呢 跪下 美的你 你是余成龙的募宾 又不是我柳激阳的募宾 凭什么败你啊 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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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靳雅 您不二位啊 这二十几年 跟着我余成龙 九死一生啊 无怨无悔 没有金银财宝 没有一官半职 整天只有这青菜 萝卜豆腐 兔啥 啥都不兔 你 陈龙心里 看倒 余青菜 闲肝为敬 好酒 好 这么好的酒先干为敬 这是我柳激啊 喝过最好的酒 行 来 来 喝 喝 皇上 臣听敬求见 进来吧 请 臣 臣听敬参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停静啊 找朕有何事啊 皇上 这是余成龙递交的 请驾回乡藏母奏书 慰臣母丧未葬 历臣哀诏 养骑圣词浮云 已犬子到誓 由是报哀共职 持驱君吕之间 而臣母停就在家 不惶顾也 既太平盛时 非父从前多世 若不归藏 是贪恋显荣 忘亲备义 扶起允臣回击藏母 完此一生大事 则全马余年 皆同报圣恩之日 老爷 亲啊 回家 回神兮老家 皇上恩准了 快 大伙赶紧收拾东西 收拾我东西 咱就启程 咱能回家了 爹 你回家 回家 收拾东西 娘 走 回家 走 回家 走 走 小妹 思天 小妹 你们也想家了吧 不 不想 小妹 你们啊 先跟我们一起回山西 从山西回来 你们俩 再去罗城 回家看看 谢谢余大人 快去收拾东西 谢谢余大人 快去收拾东西 谢谢余大人 快去 走 接旨 臣于成龙 恭迎圣旨 奉天成运 皇帝赵月 特见于成龙 为两江总督 兼兵部幼侍郎 都察院又赴都御史 亲此谢主龙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成龙兄 快起来吧 既然 皇上一准我回家葬路 怎么突然又特见我到两江了 自从直立贪腐乌案 被成龙兄查办以后 皇上对你 是愈加恩重了 昨天皇上还特意对我说 说余成龙是难得的贤能连利 惭愧 惭愧 既然 在官场待久了 心里越来越有一种负罪感 在福州的时候我查办了你 套了直立 套了直立后我又查办了家娘 还有许多的人 成龙兄 无需如此 你我为官一任 但求不媚天理良心 我了解你心里的苦 也知道你心里头 最放不下什么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没有机会 跟你说声谢谢 我要谢谢你 你当时及时来到福建 为那些通海案犯犯案 才使我张机仁 不知罪孽甚重啊 既然 不可 不可 使不得 使不得呀成龙兄 你真是折杀了我 周先生啊 都坐大半天了 下来走走吧 我不 不 我就坐着挺舒坦的 走走对你那腿脚好啊 你走吧 成龙 成龙 停停停 快 停停停 成龙啊 靳雅 知道咱这个小老乡陈廷静 来干啥吗 不知道 圣旨到 来给咱俞大人 加官进爵来吧 俞成龙接旨 拉倒吧 刚做了两江总督 难道还能当宰相不成啊 臣俞成龙 恭迎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特检两江总督俞成龙 兼兵部尚书 钦此 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先生 终于又见到您了 您身子还硬朗吧 我看着您气色还不错 不瞒你说 体力和脑力 都比不了重浅了 有时候啊 真不想干了 怕给朝廷干不好啊 不干可不行 朝廷需要您 百姓也需要您哪 于先生 要不咱们进这庙里面好好聊聊 好 请 怎么样 真没想到啊 这昨天还是二品 今天就是一品了 这官是越做越大了 你真的一点都没猜到 哪怕一点点 没有 我看你还真不如司马懿 要不要再猜猜 他把他单独叫你去 说了些啥 你猜 你要能猜出来啊 我这一辈子又服你 你也应该服我 他说了 两江比直立还难搞 就这样 这玉兰和晓晓都能猜得到 你还诸葛亮呢 这两江可是个好地方啊 它不同于别处 是全国最为负数的地方 朝廷全年的负税满打满算 也就五六千万两银子 而这两江一年的负税 就高达两千多万两 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一半 这本来啊是件好事 可是两江的问题 也是全国最为严重的 什么问题这么严重的 火号 火号 对 火号 这两江的负税高居全国之首 但是这两江的火号 也同样高居全国之首 这有的年份 两江的火号 甚至达到了这负税的一半 也就是说 每年有一千多万两银子 就这么落进了各级官员的私人口袋 实不相瞒 这连接几任的两江总督 都想解决好这两江的火号问题 可是最终 没有一个人能落得好下场 皇上 是不是让我到两江来解决火号问题 要不然说是于先生的 您的判断非常正确 皇上不仅希望您能够解决好 两江的火号问题 还希望通过两江 推进全国各省的去火号进程 您手上这道圣旨 就是皇上特别安排我 来向您传达的 不过于先生 这两江的情况非常地复杂 您复任之后 肯定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和情况 我这里有一封书信 是交给昔日同床好友熊次吕的 这位熊次吕熊大人 曾经官至五英殿大学室 后来因为触动了朝廷律令 而被搁置 他现在复权在江宁 熊次吕久居两江 对着两江的官长 和各个阶层的情况 都十分了解 您去了之后 可以带着这封书信 去找熊次吕 多谢听见 于先生 我真的想跟你好好聊聊 可是我也知道 您急着回去藏武 事后不早了 要不您先赶路吧 好 请 于先生 您要照顾好自己 保重心 保重身体啊 请进 您也要多多保重 告辞 告辞 上路 于先生 保重 守租 艾 马 正 谢谢 我没有没有说意 还有花花的呢 月雷 走下来 周先生 周先生 好 好 前面就是来捕村了 我想 大伙也没必要跟我一起回去 周先生 您跟我一样 二十年没回家了 回家看看 大人 我陪你回去吧 以后有个诏意 崔天 来不算是家里 没关系 您啊 照顾好周先生 你们两个外部的 就跟着我 再用您逛一逛 你们广西有粉 我们这儿有面 好得很 那我可得多吃几碗 那就交给您了 放心吧 余大人哪 我这也是二十多年没回来了 我想啊 带着玉莲 玉兰 还有孩子 去窗口村 给岳父岳母磕个头 烧个纸 来 好 应该的 我就不去了 你们俩 替我在爹娘的分前 多念叨几句就行 我陪老爷 回来不存 月雷一起去 老爷 二十多年了 跟着你 习惯了 我陪你回 那好吧 来 那咱就说好了 三天之后 吃过赏午饭 咱在这儿碰碰 来 余大人上车 好 走了 上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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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之后见 再找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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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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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走着进去 来 Far Moto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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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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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我爹的儿子 你是你爹的儿子 你爹是谁 我爹你不认识 你爹我不认识 你说你爹叫啥 我爹叫于准 你认识 你叫大廷 你连我爹都不认识 你咋知道我的名嘞 大廷 你的名字是我起的 我是你老爷爷 你是我重孙子 祖孙相见居然互不相识 老爷抱 老爷爷抱抱 大廷 快下来 别让爷爷抱着 大廷 此话 是不是 冯 sens 老爷 家园 阿爹 你回来了 阿 阿 阿 大爹 家 阿爺 忍一疏口了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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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来 走 家园 陈龙出世 只是本着 踏踏实实为朝廷效命 勤勤恳恳 不敢懈怠 凭着天理良心 为老百姓做好父母官 这先对陈龙来说 是本分事 是平常事 但皇上 给了这么大的恩宠 陈龙觉得 受之勇愧 从顺治十八年 离开家乡 为朝廷做事 不知不觉 遗早这么多年 辛苦你了 你把孩子们带得这么好 看着 在瑜伽儿孙满堂 我心里真高兴 谢谢你 家园 谢谢你 家园 请不吝点赞sing 娘 娘 不孝儿成了 我回来看您了 娘 娘 娘 你这次去的是南方 那边天热 需要多换几件衣裳 娘啊 多给你做几件 娘 我给你捏捏背吧 好啊 娘 儿回来迟了 女孩 陛下 词 词 女孩 看 看 孔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有 不能正其身 死正人和 此日能以礼让为国乌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 奴礼和 好 他爹 想好跟俺爹咋说家粮的事没 没想好 那就别说了 能不说吗 人都没了 是我签字画牙除绝的 请 先生 晨龙 好 先生 晨龙 对不住您老人情 好了 好了 家人 不能起来 先生 晨龙愿受先生责罚 晨龙 晨龙 起来 起来说话 晨龙 没穿一品大圆光服回来啊 没穿一品大圆光服回来啊 瞧瞧你 这做官做得 骨头还软了 晨龙 我他起来 晨龙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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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心思 新家粮该死 他触犯朝廷法制 不走正道 朝廷至罪于他 就有此取 请来 大历 先生 敢进屋说话 老爷爷咱们干啥去呀 咱们呀 想还债 老爷 爷爷 还谁的债 老爷爷啊 还啊 好多好多乡亲的债 老爷爷为啥要还 好多好多乡亲的债 因为老爷爷欠了 很多很多乡亲的债 你欠了多少 老爷爷欠了乡亲们 一辈子的债 一辈子 一辈子是多少 一辈子 一辈子啊 就是永远永远也还不完的债 还不完那可咋办 咋办啊 等你长大以后啊 把老爷爷接着还呗 我像你一样 也背着银子去还 对 你不背着银子 咱们还啥呀 大炮 碰碰 啪啪 啪啪 屁股炸个炮 好 好 陈鲁哥 陈鲁哥 朝青 保守 是 是我 老了 可不是吗 陈鲁哥 保守来找我 真要上你们家去看您呢 是我应该来看你们 我这辈子 欠你们的太多了 我干什么 快起来 是我们烧心欠您的呀 我们兄弟俩当初 不该把你扔下 自己回来 我们对不住你呢 使不得使不得 保守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我 你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欠您的 我今天来还这 不 这 这 拿着 这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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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 这 您不见我们的 拿着 朝青 拿着 快这 陈鲁哥 不 这 陈鲁哥 拿着 陈鲁哥 拿着 这 针子 捡柱子的 这辈子永远也还不上了 好 没 这个 就算你 您回来了 这 这是 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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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你 是 的时候全是乡亲们给凑的盘缠 这几十年啊 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怀 今天我回到家乡 就是来向乡亲们报恩的 玉玲 来 老爷 玉老爷 玉老爷 你这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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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爹 那具身子是咋了 老毛病 不碍事 不碍事 能不能还两天再走 我朝廷有力 耽搁不得 我是怕 我再也欠我伤你了 不敢瞎说 是 家园 带着孩子吗 回去啊 老爷爷你不要大亭了吗 大亭 老爷爷要大挺安 老爷爷有个事 我先就把事办完了 再回来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好 好啊 真乖 我会想念你的 我也想念你爸 老孩子 家园 带孩子们回去吧 让我看着你走 我要看着你走 好 好 回去吧 乡亲们 回去吧 回去吧 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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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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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老爷 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乡亲 老爷爷 皇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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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此番派着于成龙到两将 就是让他去解决后好的问题 佛伦 徐久安 这回 可又落到你们后部的头上了 我真是替你们俩捏一把汗啊 这福健 直立 都让这于成龙得逞了 两将保得住吗 行了 我就知道您们聊的心里根本就没底 照我说的办 马上给江苏巡抚余国铸 江苏将军赫里分别制成一道密罕 明决告诉他们 让赫里将军联合两江三省的各省都府 从上至下一致抵抗于成龙 这征税的时候加征的火号 大于实际的税收 那么这个差额就归了官员 没有了火号 让这些官员吃什么喝什么 拿什么去养家糊口 才于成龙能够一天到晚的萝卜青菜 能不成他得要全天下这围官的人 都跟他过着这苦行僧的日子不成 我再告诉你们两个 去火号没这么容易 还记得我大清入关以前 太祖诺尔哈赤 太宗皇太极也曾试着要去火号 待入驻中原以后 清世祖也驻仗去火号 去成了吗 他们都没去成啊 再说明朝 明朝去了两百多年的火号 更是没有去成 所以 皇上这一次 让这于成龙去两江 无非就是把他当个试验品罢了 于成龙这把要是玩不好的话 不但会失去了皇上对他的宠信 很有可能 连他头顶上的这顶帽子 都得一并地给丢了 明相国真是高瞻原主 洞察求好 要我看 他于成龙就当着倒霉吧 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一个行将入土的山西老人 是小兴 折腾了胡广 折腾福建 折腾完了福建 折腾直立 一路折腾了个六够 这又跑到两江去折腾 即使江苏巡抚于国柱惹不起他 那江宁将军贺礼 可不是好惹的 别说于成龙当了什么两江总督 两江 那是什么地方 不说是贺礼的地盘 也不说贺礼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 就凭朝廷 将军跟总督同住一地 凡是会同奏事 必以将军为领衔 这一条规定 他于成龙甭想凌驾于贺礼之上 更别想在两江作威作福 许久万 悲直在 在于成龙去两江去火号的这个问题上 佛伦看得可是比你清楚 是 是 没错 在江宁 我们只需要依靠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贺礼 只要贺礼在江宁 他于成龙翻不了天 明相国教训得是 你们两个还在这愣着干什么 是 我这就去给于国柱大人和贺礼将军写信 这就是 想起来 我好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有天堂 下有四行啊 看来咱这辈子啊 瞎活了 那你就跳进秦淮河去当个风流鬼去吧 先生啊 今天多大岁数了 问你贵庚呢 怎么了 我看啊 你是白活了这辈子 这么大岁数啊 这苏行再好 跟你有啥关系啊 我要是你啊 我就立马跳到这河里 那我不活了我都 刘靳阳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风流的人 别别别别 徐兰 开个玩笑啊 别当真 你要是当真的 我真都跳到这大江里洗不清了 你跳啊 来 刘靳阳 你看看那些大人没有 看 看咱们想看些怪物 尤其看你 看你 这都是些什么人哪 让他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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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这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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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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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巡抚于国柱 拜见于大人 是呀 我给你 支持你 是呀 是呀 我们大人上平线 你不看 是呀 上人上 上人上 到了 哎 呸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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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两江总督啊 这可比咱们在 直立的时候强多了 余大人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 马车不能停在这儿 靳阳 好 把文书给人家看看 好 请你让一让 你 来 我们看一看 好 来 余大人 今后我们就住这儿了啊 好地儿啊 余大人 小人永远不识太山 赶紧过来帮着搬东西啊 快快快快快 余大人 余大人 里面请 请 余大人 您觉得这后牙怎么样 还有没有更好的 是吗 有是有 不过不在这都府衙门 在江宁城内 还要比这更好的 余大人的意思是 我不问城里 只问都府衙门 回大人话 那确实没有了 这西台子不错呀 没有更好的 那有没有更不好的 什么更不好的 什么更不好的 后牙 有没有更不好的后牙 有 就在那边 好 带我们去看看 余大人 这 这后牙是丁司礼 和余国柱二位大人 专门挑选给您的 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这一个小小的牙役 我可做不了主啊 不用你做主 你只管带我们去就好了 走 走 看看这儿 谁说没有更好的 好好好 就这儿了 就这儿了 好什么好 好得不住专条破得住 你们几个 赶紧帮他把东西搬进来 是 刚才静阳说啥 静阳你说怎么好 喂 周先生 周先生 他说挺好 这还差不多 差得多了 啥 他说啥 我没听见 我去问问他 没听见 我都听清楚了 没听见 势压何须大 花香不再多呀 对啊 赫离将军 丁大人 这于大人连这里都不住 那我们给他准备的接风宴 他还会去吗 于大人 要我说呀 这接风宴干脆取消算了 我是怕这于大人 不会去的 好 正合我意 不去就不去 他不去 我们自己吃 不就一顿饭吗 有什么 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架子 赫离将军 于大人还真不是白什么架子 他就是这么个人 什么人 我赫离亲自出面给他接风洗尘 他还要怎么样 连我的面子他都不给 赫离将军 于成龙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一向是油颜不尽哪 你看 放着好好的后牙不住 专门要去找那个 破旧的小院去住 不就是想标榜一下他自己吗 赫离将军 于成龙一向节俭 不是铺张 这也不是虚的 那又怎么样 两江又不是福建 也不是直立 更不是他那漫天黄土的山系 怎么 难道他于成龙 还要我们这些人 跟着他一块去吃那些萝卜青菜 不 赫离将军 于大人此番来到两江 可是奉着皇上的特殊使命啊 特殊使命 不就是说 皇上让他去两江的火号吗 对呀 这个问题明相国在信里 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明珠的信不看也罢 什么皇上让于成龙 来两江去火号 皇上要去两江的火号 为何不跟我讲 也不跟你讲啊 赫离将军哪 皇上那里的心思 恐怕明相国要比我们 揣摩得要细得多呀 于大人 今天我听了你的 上秦淮河去接他 又到后衙来看他 可他怎么样 一直躲着不见我们 已经给足他于成龙面子 于国柱 你应该清楚 两江领衔的朝廷命官 是我江宁将军 不是总督 周先生 姐啊 我和御林啊 出去看看人 一会儿阳门里要是有人来啊 别说是我出门的 就说我休息了 不方便打扰 行 你就放心去吧 说假话我还是会的 对 放心 你揍你的 说假话事 交给靳阳一点问题没有 好 交给靳阳了 我说你周先生啊 我说你周先生啊 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难听啊 你说什么 你说话难听 对 这天太棒了 老爷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就是定圣角 前面就是熊先生的府邸 你 请问您找谁 我是于成龙 来拜见熊大人 原来是于大人 熊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于大人 有气 好 熊大人 晚辈 给于大人请安了 快快免礼 快快免礼 老夫虽然长你十八岁 但是熊大人 老夫早已久仰大名 熊大人 康熙十四年 已是五音殿大学士 兼刑部尚书 官制一品哪 晚辈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于大人 请 请 于大人 请坐 请 于大人 听静来信什么都告诉我了 是吗 但我想对你说的是 两江的火耗 你去不了 熊大人这么认为 于大人 两江是个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两江不同于福建 也不同于直立 更不同于湖广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两江有钱 两江富裕 两江比大清朝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赋予很多很多 老夫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熊大人是说 两江的火耗 比任何地方都严重 对 正是这样 那为什么去不了 于大人 你是做过吉尚 封江大吏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但凡赋予的地方 来逐利瓜分的人 趋于之若鹜 形形色色 这里可是两江 去火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将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 失去他们原有的利益 这个老夫明白 现在去火耗 存在着两个致命的问题 一 现行的朝廷俸禄过低 管理们无法获取忧郁的生活 二 火耗获利的人太多 从县衙到都府 再到朝廷各部 火耗已经成为各级官员 主要的财政收入 所以阻力极大 已经严重阻碍了 朝廷去火耗的进度 还有 于大人 两江不仅是富庶之地 还是人才之乡 重状元入汉林 做大官的人比比皆是 那些官僚和地方大户的关系 盘根错节 社会上黑帮势力无所不在 官商勾结 衙门腐败 于大人 这就是你来两江之后 将要面临的局面 大人 请 二位大人是 碧人于国柱 是江苏巡府 这位是两江部政使 兵司令 丁大人 在下 于大人的西袭柳激阳 见过府台大人 藩台大人 不知二位大人深夜来访 有何贵干哪 柳氏也好 我陪府台大人 是专门来看望于大人的 实在是对不住啊 于大人一路安把劳顿 身体不适 你看 已经休息了 府台大人 那我们 既然于大人已经休息 那我们也就不便打搅 是是是 告辞 告辞 二位大人慢走 还有一天 也许你不知道 驻扎两江的江宁将军 和江苏巡府渝国柱 都是明珠的彭塔 他们在两江的势力熏天 尤其是贺吏 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 这些情况我都了解 贺吏将军我还认识 但有一个人 你未必了解 什么人 于可 于可是什么人 于可只是他的一个外号 此人是两江地盘上的 黑帮老大 但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身份 他还有什么身份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贺吏将军实际的大管家 但这个身份 是不对外公开的 这个于可 竟有如此神动 此人很少出现 也极少出现在贺吏的身边 但他实际掌握着两江的火号 在两江 他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同时也是 贺吏 于国柱 佛伦 曲九万 明珠等朝廷各大官员的 利益输送者 我明白了 这两江的确是一个非凡之地 于大人 如果你决心去掉两江的火号 就必须先拿于可开刀 去掉于可 就等于去掉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渠道 但这样做你会很危险 他们会群起而攻之 于国柱可能藏在身后不露面 但是贺离可能不会 他会跳出来向你发威 于大人 熊某 就是在朝廷上 立主去火号才被革职罢官的 熊大人也是因为立主去火号 而被朝廷革职的 对 于大人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多谢熊大人一息肺腑之言 于大人 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府上找我 好 那老夫就先告辞了 请 好人哪 对 带唤真 佛工大人 期来吧 谢大人 各位大人 本院听说 这几天秦淮河两岸的布殿 不都卖光了 可丝绸却无人问津 各位大人 官居两江附属之地 没想到一个比一个节俭 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江苏巡抚于国柱 拜见总督大人 府台大人好 于大人久负清廉之盛名 近来属里两江 是属两江之姓啊 秦淮河两岸的布殿 不都卖光了 可丝绸却无人问津 各位大人官居两江附属之地 没想到一个比一个节俭 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江苏巡抚于国柱 拜见总督大人 府台大人好 于大人久负清廉之盛名 今来属里两江 实属两江之姓啊 不敢不敢 于大人过奖了 本院今日上堂 有一事想请教各位大人 我等初来乍到 一到江宁便从市井街头 听到了一个人的大名 此人外号叫鱼壳 声名如雷贯耳 本院有意想会会此人 不知哪位大人 能为本院引荐一下 这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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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壳这个人虽有些声名 但毕竟是江湖道上之人 衙门里的人 怕是都与他无甚交往 是吗 衙门里真的没有人 跟鱼壳有任何交往 余大人 既然是道听途说 有没有交往 那还真是不好说呀 如此看来啊 真的没有人向本院 引荐鱼壳喽 我来引荐 来引荐离将军 余大人好啊 见过赫离将军 下官到江宁来 本该到府上去见将军 但没想到将军先来了 实在是失礼 福建一别 转眼便是数年呐 余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护离将军 下官听说得可并非如此 文 containers 那你听到了什么 下官听说 这于壳可非同一般 他是两江大名鼎鼎的 江湖道上的老大 江湖道上的老大 下官的确是这么听说的 于壳的确是江湖道上的老大 于大人该不是想要去办 拜江湖的码头吧 可丽将军有所不知啊 下官每到一处任职 总喜欢去拜拜各方面的码头 既然如此 本将军就明白了 于大人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捕头 雷翠婷 好像是于大人在 广西罗城的时候 招纳的一个盗匪 是吗 将军所言不假 我还听说 于大人在湖北黄州的时候 还招纳过一个东山的乱匪头子 可真有此事 有 他叫刘军福 他曾是七皇四十八寨 带头起兵作乱的寨主 后来被本院招服了 他现在是湖北巡抚衙门 朝廷的五平命官 好 非常好 既然如此 本将军一定会向于大人引荐于可 如若于大人也能将于可 招服为良人顺民 赫礼一定秉奏皇上 替于大人请功领赏的 那下官就先谢过将军 不知将军何时能为卑职引荐 于可这个人来无宗去无影 何日能见 还望于大人耐心等待呀 下官一定耐心等待 赫礼将军慢走 来 回来了 姐 咱们三个人里边 你的腿脚是最好的 周先生是咱们三个里边 腿最差的 嘴是最好的 他们一个个穿得比我都破旧 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比我穷 谁还能比你穷啊 姐啊 马上写一封告示 我贴出去 写什么告示 抓捕鱼壳的告示 你要抓捕鱼壳 你现在就要抓鱼壳 对 现在就抓捕 这是不是过意着急了 有人愿意啊 主动为我引荐 这还算急啊 谁愿意为你引荐 江宁将军 赫礼 赫礼将军 愿意为我引荐 赫礼将军 愿意为我引荐 你为什么答应于成龙 给他引荐鱼壳呢 你没看出来 愚成龙这次定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又怎么样 愚成龙刚到两江的第一天 就在公堂之上 齿名道姓地要见愚客 这 绝不会是无敌方式 想从愚客身上下手的人 不光愚成龙一个 愚成龙之前的两江总督下 朝廷督察院里的那帮好事者下 六科的阎官们也没有一个消停 可他们又能怎么样 可据我观察 愚成龙好像已经知道了 愚客的真实身份 这个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两江各衙门的人 哪个不知道愚客是我的大管家 就算他愚成龙比别人厉害 拿不到证据 他敢把愚客怎么样 赫离将军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明相国不是在信里提醒过了吗 我们最好还是别往 愚成龙的枪口上去撞 我往他的枪口上去撞 他不撞到我的枪口上 就算他命大 看热闹的人可真多 却没有人敢结巴 看来江明的老百姓 和两江总督衙门的所有官邻 没有一个人不惧怕 这个叫愚客的人 愚客在江明 可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他不仅是江明的一把 重要的是 他还有另外一种身份 愚客是赫离将军的大管家 你是指这个身份吗 不是这个还能是什么 咱们进去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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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龙今天要拜我为慕斌 你也知道 我俩是从小玩尿你长大的 这拜慕斌嘛 又是焚香的 敬茶的 还鞠躬的 要是没你陪着我呀 我这心里啊 还真是有点胆怯哪 今天于大人拜你为慕斌 我的确是不好掺和 我说你这老头儿你 说好的你陪着我的 你这么大年里出事反而 你好意思吗你 我说你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做了余成龙的慕斌 你这个给他做二十年的慕斌 你心里不舒服啊 一定是不舒服 柳俊阳 你还真小看我了 你从一个刀逼小利生为慕斌 能替我分担些 我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余大人单独 不舒服 我不合适 今天你说什么恶意啊 你这人怎么 靳阳先生 这不合适吧 靳阳先生 此前你一直跟随我做树立 替衙门跑跑腿 替我掌管公文杂物 朝朝写写 填表造册 我查核不及 这些年啊 真是委屈你了 成龙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没受一点委屈 你越是这样讲 我越觉得对不住你 不不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没觉得我受啥委屈啊 你为我余成龙 做了二十几年树立 每个月只有二三辆银子的俸禄 却毫无怨言 你帮着我 从罗城直线一直做到两江总督啊 成龙 你说这干啥呢 我要是图名图立 我就不会一辈子跟着你了 所以 你也 我更应该感谢你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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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说这些客套话了 这说得我心里啊 不舒服 好 简阳先生 这牧兵啊 虽然不识官不识利 不吃黄粮 不证朝廷的俸禄 但是这个牧兵 是牧主请来的息息失忆 是牧主的私人高参 牧主是什么执掌 牧兵就管什么 行名 前谷 疏力 挂号 一应证物都可以替牧主掌款 包括三班六房的立员 也是牧兵的重要职长 当然了 酬劳也比疏力要丰厚得多 照你这么说 牧兵就相当于半个两江总督的权力 是啊 牧兵的权力非常之大 权力的确很大 但任何权力都不可滥用 牧主诚心相聘 而且待遇优厚 人家又拿你当朋友 你就不能不讲道义 不讲规矩 不但要尽业 而且要尽心尽力 替牧主着想 不能败坏人家的名声 人家是清官 你要在底下做手脚 贪赃枉法 那是违法行为 更是缺德行为 成龙 你听听啊 这周先生说话有意思的 他是想说我柳金阳 做了你于成龙两江总督的牧兵 那就变成贪官无力了 不会 会吗 金阳先生 周先生刚才说的话 本应该是我对你讲的 你也不要往别处想 这个牧兵虽然身无一官半职 但是他的地位很高 权力很大 周先生的意思就是想提醒你 地位变了 身份变了 更要自觉地约束自己 我明白了 我柳金阳一定谨记二位的教诲 一定做个 像周先生一样的好牧兵 金阳先生 请 请 来 来 来 金阳先生 请 请 请 点赞 订阳点赞 请 按赞 订阅点赞 打赞 订阅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的心 今天的月亮真圆真亮啊 真要感恩上天的眷顾和忽悠啊 让我们这一家人啊 能够从广西罗城 一直走到了江里 到今天啊 我们还能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 这些年啊 大伙跟上我虞成龙吃了不少苦 整天都是萝卜芹菜 豆腐 从来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 就连我们小小在外面 都让人叫虞芹菜 已经为你够抠 想到这些啊 我就觉得我虞成龙啊 真不是个东西 真对不住大家 真对不住大家 今天啊 天上的月亮作证 好 我这精心准备了这一桌席 好好地请大家吃一顿 我敢保证这桌上 没有一块萝卜 没有一叶青菜 好菜好酒 大家今天尽情地吃 来 好 来 不容易不容易啊 好 谢谢大人 谢谢余大人 好 佑先生 周先生 这是什么酒啊 这么香酒 家乡的好酒 终于吃席了 好酒 小小 观宝汁啊 吃吃吃 小妹 这肉太香了 真好吃 我们大伙啊 从广西跟着余大人 到现在都几十年了 虽然吃了不少苦 可是现在啊 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都吃上喜了 多吃点 借着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翠婷也有一件大喜事 要向老爷禀告 什么大喜事 老爷上次给请的 那个郎中出的 那个篇番 奏效了 小妹 你有喜了 是啊 我要做爷爷了 好 乱逃 到时候 我再请大伙 好好地再吃一苍喜 恭喜 好的 来来来 恭喜 恭喜啊 谢谢谢谢 老爷 今天翠婷就借这碗酒 我和小妹 感谢老爷对我们的恩情 恭喜 恭喜恭喜小妹 来 来 敬柳夫人 还要敬这个新的穆宾呢 坐坐坐坐 坐下吃 我柳激扬啊 跟于成龙从小玩要你长大 这辈子算玩直了 是啊 当年在罗春县 要不是老爷 免了我的死罪 把我带在身边 那我雷翠婷哪有今天 是不是小妹 是 你看我现在 不仅是老婆孩子这杠头 如今还做了 于成龙两江总督的穆宾 我柳激扬这辈子是圆满了 圆满 可是啊 就苦了周先生了 这想当年 周先生做无品大员的时候 我们还在干什么呢 周先生跟着于大人 从罗成到现在都几十年了 依然是一无所有 无关一身轻 不图名不图利啊 不容易啊 如今 也到了一仰天年的年龄了 故土难离 路也归根 你放心 有我在 成龙这边的事啊 你就放心吧 周先生 如果想家了 就回家看看 随时都可以回家 好好度个晚宴 来 锦衙 你平常说话我感觉 很亲切 但是我今天听你说话 感觉很刺耳 于大人说咱们是一家人 你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 你这个倒闭小丽 刚成为牧宾 就想让我这个老牧宾回老家去 安度晚年 你想干什么 于大人说得对 牧宾当中你是腿脚最好的 你太活跃 你能让我放心吗 能让于大人放心吗 我今天要不是看在 柳夫人的面子上 我不给你这个面子 我还告诉你 你说我一无所有 我有的你有吗 你有吗你 你 跟我来 崔婷 我说的都是实话 他不是好歹 歉老头 我 我去 我去 来来来 吃吃吃 上了九道餐 而且 还有六个肉餐 不容易啊 跟老爷在一起 吃了这么多年的饭呢 今天这是第一次 今后啊 谁要再教老爷于老扣 我就跟他挤 来来来 陈玲霖 喝酒 陈镇呢 轻点 轻点 我让你轻点 听见了 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了 在福建的时候 你摔过我这箱子 当时我跟你急过眼 余大人在场 今天我还要提醒你 给我轻点放 轻点 轻一点放 轻点放 卓先生 这装的什么要这么沉 打开 听他的 打开 说明了 有点 待会儿 做什么 全当 they 帮助 准备 我想 可是 忘记的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 你刚才不是说 孤土难离吗 这是你们广西罗城的土 这是四川河州的 这是黄州的 这是福州的 这是直立的土 这一罐子是两江的 李大人 这是咱们老家 陕西永宁的土 李大人 周先生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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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沙场未过死 何须马阁 何须马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